一座人 一座穿 全境的志願 給你拔感情 不怕痛 不怕痛 我們來合唱是命的歌 我們來合唱是命的歌 我來合唱是衝刺 你還好嗎 我們來合唱過你 另外一座人 小腳趾 密歇 第一座人 第一座人 其實讓你來仔細足 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间菩萨 的确都是我们很好的典范 那当然这也非常感恩 我们的人文真善美至公 平常就是长年累月 在我们的社区 很快速地将一些社区的大小事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之外 尤其在每一年岁末的时候 还有这个影展 就大家彼此互相观摩交流 同时也有一些 非常贴身的近距离观察 甚至也好多的一些美善故事 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要跟您延续 这样的一份温暖的故事 我叫丁尤雅英 我今年八十岁 人家都叫我红续 自本我就住八岁 我每天就去做宽布 现在去旅行那儿都在三小 如果去旅行那儿 我拜一拜时 我一定会来做宽布 初红楼我也会来 宽布做二十年 有超过不减 那是一种精神寄托 我也不愿意做宽布 因为志工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我说他能力比我还好 因为那一部分是我没得到的 宽布大家跟我讲 你开始吃饭 咯能不要笑 我知道 你们就这样 不信心 你们就这样 让他们先念 легantine 宽布 祝福 好 出席的男嬰 十七歲時 一個人從福祖來到台灣的上山 流浪到八度 就點這兒開始生活 他想要回去福祖找白鶴 老公是要過去學過了 找不到白鶴的狗嬰 只能萬天萬潭 數量到白鶴 做我騎的時候 沒有車腳到車上都回去 他先叫我要休息三個月 我休息二十天 我乖子突然就去做環保 越做好越快 只要一個月晚 乖子就不贏了 我們洋師兄說的 說他剩下 我沒有做那個月 說一群僵三萬塊 我這樣聽到不行 也不太感人了 我們洋師兄叫我 說出來很好了 不要去外面做 師姐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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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吹到 你吹到我老爸 不是 老爸 沒有 我餵 我總是可以他叫年材廠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真的很少人 他的人最高興 我如果想到他去找寬佈他不回答 我小時候跟媽媽 他沒什麼錢就搞得好 我就媽媽不下去 高興人 我比較壞 八十三年阿鳳的家庭是店 蔡霞也是一間 我們一禮都要學一次 我老闆的家庭師 我就做了 我老闆的家庭有二十年 就寫到不去 寫到不去 我不知道要學會 寫到不去 寫到不去 寫到不去做寬佈 不可以去寬佈 我今年七十年 幾乎不看回來 你倆的姐妹 我 我叫店員 他叫緣妞 一百年最晚來 緣妞來做 誰說他最好人 不過最好人 他做了 因為他做事 他的手 有什麼證 我沒有說 不過他 比較多 他不會受其他人 不過我如果看他這樣 我就已經換去 自己做了 大家就叫我 十幾乎我沒辦法 好 好 好 這八十八 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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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八十八 你們是好朋友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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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火的她 會有 20多年 還沒問題 這沒問題 又怎麼做 運動 又怎麼健康 這個一年後一百錢水封做 這才可以拜託 做阿芬不做一天 做阿芬不做一天 做阿芬最晚不做一天 繼續做 有材料繼續做 做阿芬不做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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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阿芬 阿芬也來做十多年了 他就比較有不夠好 所以我都做得比較輕巧一天 這樣 補兵時我就說 你就要多念佛 我念十萬佛、五萬佛 我說阿芬不做一天 我要回向阿芬 這樣 所以我有自家做二天 補兵最多年了 對 阿芬要搶著人來搶嗎 對啊 師傅問人看補兵 現在很多人沒有了 還我搶要搶 沒有這 這很好看 你搶著人家搶著 他就是喔 他就是喔 早上都六點多 就來這裡滑去跳 很遠 那些抓很多人都在滑 一邊跳都在跳十位聲 等一下我們正常常 我們兩個已經跳幾十聲了 對 一集真真佛哉 師傅 座好 要來我娘吃咖啡喔 不要啊 好了 你吃得好,吃完 好啦,來去啦,實在你吃嘛 好不好啦 你吃得多啦 好啦 我經常就是經常他救台灣 沒關係 還要求全世界都是我們主席做頭髮 好啦,跳就啦 風口彎去海洋機,收拾書包回家 收拾書包回家去 這樣日記比較快過 現在旁邊還在樓下就沒有了 那樓下要哭嘛,我就要找時間來哭嘛 我不是像大家說圓圓都聽到來 我這個也聽到喔 沒有啦,我沒有說圓圓 沒有你來聽,我來打工 喔,打工了 好啦,再見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還要跟他講 玉英有四季的孝生,一個女孩 孝生、女孩都是說無人緣 是他最嬌合的事情 他最大的生緣 就是有一天,可以穿到藍天白雲 受診做威緣 這是分四人的故事 你的故事呢 這是孝生、孝佛山、黃妍林來這裡 對 我們的心點在這裡 因為愛心中難空晚 我們的感恩點在這裡 心情祝福不理我 我們的心點在這裡 從以前的時候 其實阿嬤就有幾乎的閒心 他這樣愛家愛戶做環保 也好像是做仿式一樣 發現說 哪裡有比較困苦的人家 他都會自己趕快 準備著白米去結圓 所以這點的心 他說這不算什麼 一點點而已 所以不值得去提 但是我們身邊真的就好多 像他們一樣這一群的老菩薩 阿嬤 本 state 不宰莶白 borders 本手 本手 讓人 酒水牛酥那種是 他就是在65歲那時候 手就要削 所以說他在做牌 他在修理牌 修理牌的就是 他都要頂頂了嘛 要頂頂了 就是手都會削 所以說 早上做坤林到70歲 到70歲才開始 到75歲 75歲才修起來 75歲才修起來 修起來就是 每天天要站著 多樓四、四、四、四 四、四、四 買回去等到一位師傅 師傅說 你如果能不能做 你來做環保 七八歲回來 就要做十二年了 鐵怎麼這麼有 很輕鬆 來做環保 他就是 反而都對環保車比較多 對環保車 在這部分 就是他 酒水牛 他也沒有經營 看見什麼 要做他就做 他已經九十了 九十了 他又在 心力不正 還是心靈 他會 心臟 退化 心臟退化 所以說 他現在有做 摩托 心臟那裡有做摩托 對 到上回 所以你看 他這樣 雖然 他這個 無邊生活很長 一般人就不敢做 所以說 他也是繼續做 我們做環保 時間比較長 比較稍穩 所以說 做環保 一定會在福建 介紹 他臨佛 目前 他有九十歲 身體很健康 他就是 他所說的就是 他現在七十三歲 他就開始做環保 到目前 好像十七年 所以說 他在做環保 的當初 他都說 他晚上睡不著 做秋三五月 過三五月 他就很開心 他就跟他們 接我家說 他說 一定要做環保 做到 晚上睡不著 他在做的工作 反正这行做完就继续做一行 他会拆解 他拆解我很厉害 他在讲这些电器 要拆解这些行 他讲得很顺畜 有政策来说要破爪 我们就把破爪收回来 在製破爪子製得很漂亮 他就帮来炊 所以炊到现在 他在炊的破爪 炊得很漂亮 轻轻轻轻轻 你怎么想要来做完饭 我就是跟他说去住 完治山也很高去住 我刚才去我们的佛座 跟他去桌跟他说 我看他都没降下来 只要快降下来 我一定大于要去完饭 不然要来做完饭 真正经萝华 他在那里 我们早上走路 要去做 每天都怕人看 早上去做一种 都怕人看 那时候空空 没想到做好事 都怕人看 那时候有去做 做一站 要去看那些人 不敢 不敢去做就对了 那时候要去做 那他到家 要去 discussions 政府也一会 看他们去做 很多人都被打算 那时候 有些许多了 也不敢去做 одно 不敢去做 不然去团队 后一样 後來我決定要跟他們去做 是後來回到我就去做 做給他們 我如果做不像人說 只要做一包 我現在在做都做 人家是要做 人家是要做 都只要在那裡做 長一包就須過來 做做的身體也比較用 四個環保也比較好 但地球也比較清淨 我們那些小子 他們一直在幹部來做 我這天 我跟我們小子說 我像說 我的代替要關除的 我才告訴你 佛爵就說我簽了 我們家就簽了 我最初要把我帶給那些年輕人去試驗 水鳥師兄跟林布菩薩 跟那個來好阿菩薩三的老菩薩 我感覺是我們做人的典範 因為他漂亮是老 像水鳥師兄他的心臟 有去入那個開刀經驗 那人 隨著說有一次身體比較輕 不過他也是很勇敢 就沒有對那個名文來低頭 他還是很勇敢這樣出來 所以做到現在喔 感覺像現在又停起來 腳又這樣很勇敢 林布菩薩 因為我做的那個寶可品 就是含他一組 我經常就跟他說 我說 你那個經驗頭暗時會算嘛 因為喔 如果沒用起來 他自己一個 就能夠 兩千多幾的 那個寶可品 他自己就能夠承擔 把他這樣 這樣切那個環 然後他都說 不會耶 要不做 就要不肚子做了 所以喔 要趕快做 真正的菩薩手 他真正的菩薩 就是他跟家子 都讓他很高興 這樣 怎麼做怎麼高興 也覺得很健康 又很開朗 還有一個好的菩薩 也是一樣 是他們三位的身上 我看到我們上人的菩薩 都說好話 想都想好事 還有每個人 都出來做好事 所以他們感覺 這樣安心發育 所以喔 我跟三位老菩薩 這樣讚 讚 讚 全國每個人 開始走到我們的寶寶站 來做這組安復修的理由 都是不一樣 但是這份心 都是修綱的 就是環保愛理求 那繼續我們 要看這位呢 哇 一千斤的這個堅持 他當初來做環保 是因為要走出這樣 喪情之痛 但是做環保之後呢 他也發了一個大願 我們趕快來看看 這位菩薩的故事 敬愛上人的往事 每天清晨一定要先离佛 並禀告上人 才出門做環保 三萬 北竹建民情 可以一天這樣出去 來回給平安 我的心願就是 一天我如果再離五千元 譬如一元一塊來說 給你一千元也有一千塊 這一千塊師傅拿去救人 十一年前 二女兒 於上班途中意外往生 接到二女去電話 他說媽妳趕快來 妳趕快來 怎麼會這樣呢 我拍完送給我 兩年以後我老公就 我一個人在這裡 每天就是看得挺好 難過 我還月美師姐說 妳可以出來幫忙做慈禁 好 我大女人是說出來做慈禁 妳可以有和大家聊聊天 她們滿臉的就是醜臉 所以一直做到現在 看她的眼睛已經有笑了 可能會被她高興 她很好休息 因為她都捨不得休息 她想說去帶一些回來 妳能夠救人 她的心裡就是這樣想 我小的時候是三餐沒兩餐吃 小的時候 這個腳都沒穿鞋子 就是想當那時候那麼苦 看師傅有這個慈悲心 我就跟師傅一樣走投票 媽媽一開始 其實一個簡單工具 就想要做辦法 那可是因為越來越多了 所以一開始是小菜吃 媽媽呢 她就是換了腳踏 就給妳電動 她重點就是 她現在已經是這邊的管區了 所以她的那個工具就必須 就換大一點 我們才能夠再做更多 那她就會更開心 我上個五點起床 到了中午差不多 差不多十二點 休息到十二點半 再開始做 做到晚上 差不多 有的東西都要做到八點 像下雨就可以做到七點 但是妳們都拿過去的外面 延後 老闆娘打電話來 我會出去再站 回來差不多十點多 老闆娘打電話來 比較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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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她不是只能拿 看著 看著大方 大方看著 冬下去 冒下去 他真的很辛苦 那一部車子比他人還累 因為她斷成兩座 因為她在太重了 扭太多東西 所以她會回去 她自己也危險 後來我想一想說 要怎麼樣 讓師姐比較安全一點 師姐的東西都很重 然後我特別用那個支架 只要輪子看用 撐得住的話 師姐都OK 最主要就是要安全 有很多人說 妳怎麼那麼笨 不拿去賣 我說賣多少錢 我說我兒女都給我錢用吃飯 我不需要太多錢 我夠用就好 今年剛滿70歲的往事 生怕來不及當上人的第一代弟子 發願培訓 積極參加讀書會 甚至克服萬難 拿起麥克風 分享讀書心得 謝謝佛師姐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46日4月3日 是 累積善心善行 成就祥而世界 莫與善小而不為 莫與惡小而無為之 九年來風雨無阻 每天與兩百多戶結緣的往事 現在的他 滿面笑容 繼續走在環保路上 精盡努力 達成他一千斤的堅持 因為走在這條道路當中 自己受益的 那麼也希望有更多菩薩 也可以一起來加入這樣的一個 愛的行列當中 那當然在我們身邊周圍 還有很多的這樣的類似的故事 那接下來我們要為您所介紹 這個是林玉慧師姐 她也是做環保資源回收 不懈戴的這份精神 也是值得我們讚嘆 同時也是可以學習的 在這裡都要在七點完 去幫她搭洗菜 警察 八點半 我才去到兩百多戶 做到十二點 吃飽 再去寬南 寬南都回來了 才可以整理 整理這裡 這些收的都很乾淨 都很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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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南都回來了 這個髒的 要先洗個才拿來 好 這樣才不會生蟲蟲 會有味道 好 謝謝 感謝你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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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這間廚 十幾年前 做環保針 以後人家的廚房 都會收回 這個店 就變不去了 不過 都會把東西 還有很多人拿來 我們的樓梯 後面又有一個西洋 人家拿來 我一定都清理得很舒適 分類得很好吃 做得很清潔 很感動的人 在這裡出入 他就贊同了 因為要這樣 送給你們 他們家上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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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社区都会带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如果做什麼就像酒會糖就對了 是嗎 你這樣做多久了 我不會你 你這樣就叫我當心 我沒辦法 我也是要叫我 也不許拿掉 放一邊 夾水 我才撈到 我最早才род站 南小 events 洲坡蜂 又出來了 這裡那裡很快 老板是安靜 這個冷藏 我們以前試試看 那種野蜊 好,怕人相信 誰去ình製很痛 要把野蜡 要拖森 現在這時候,那時候,那時候就要發問 只要走路兩小時,要帶走路 移動回來還要走路 那時候走路,那時候有難過 那種的真有難過,我又想到那時候 我又覺得不夠害怕 所以來做這個,說很簡單啊 這個又有什麼好難的,這不累啊 像人家說過了 我們做對的事情做就對了 那不是這樣 人生只有手用款 沒有手用款 我這部最好用 這就是我動力 人家做都料理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 不要小看一個動作 就像現在我們外出去 購物很多人就會想說 方便嘛 一個塑膠袋 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你知道嗎 台灣一年我們用掉的是 180億個塑膠袋 等於平均一個人 是一天就要用2.7個塑膠袋 我們也有一位環保志工 他就是發願 要來做這樣的塑膠袋回收 因為他說 送人輕輕地說 我們就要當當聽 當然就是要更加勤奮 一起來做了 老闆我給你收一下袋子好不好 好 感恩喔 上人在16年推塑膠袋年的時候 因為塑膠袋本身 你燃燒它它有毒氣體 會危害人類的健康 又造成地球環境的污染 在短時間使用最密集的地方 就是市場嘛 我就從仁愛市場附近 開始收這樣子 這什麼大部分的 還有很少人 知名人 你那是最故事的 它對他的牠們 是最多人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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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賺錢不容易 所以我都常常在路邊會撿東西回來 聚一聚啊 訂一訂啊 會做成小櫃子啊 那個那個那個錄音代價啊 都會在那個延長勿命 用手櫃這樣 跟頂頂的刮刮刮的這樣 這裡面有我的名字啊 琴啊 這是我的名字 師兄兩個點把油刮刮 毛蝦日子喔 不要毛蝦日子 真好用啊 你看 這個把它整理一下 應該救得回來 啊 因為剛才做的時候 都已經失去了 因為要給人家 沒人家 沒人家的中間 就有人派面具給人家看 他都會跟我們分享 就說收拾自己的這個歷程 我說沒關係啦 我們去處理一下 一位是二位熟 三位變高手 有家在說六波羅蜜當中的 這個忍辱心 大家說人員奉沙 你吞下去 現在就是說 他改變最大的原因 以前我的個性是 只要別人一句話 或是一個眼神 讓我不舒服的話 我會得理不饒人 據理力爭 慢慢的上人的 上人的一句敬詩語 影響我很大 知進退是人事物圓融 最重要的法則啦 雖然我們是在做好事沒有錯 但是我們也要顧慮到 別人的感受 這個東西叫回收拿去賣 賣不到錢 他門家不撿啦 那怎麼辦 就亂丟啦 那個垃圾廠要推的話 萬年不花 用稍微有代曜心啦 這個沒有辦法處理 只有一個方法回收 再製造 其實職業一做 就是很大的公平 大概兩年多前啦 我看到一個身影 就是說手腳不方便的人 拖著一個籃子 回收的東西並不多 他怎麼生活 我常常跟他說 要去吃 這個去吃人 實際人出門 不是為了利益與人爭嘛 今天如果說他有需要的話 我會回收給他這樣子 怎麼說沒關係 你會緊張 不方便啦 回收會把他倒收啦 對 對 沒辦法把他倒收了 你要小心喔 好 趕快看 怎麼看 之後再倒幾幾年 感恩父親喔 在寸土寸金的地方 放棄二樓的租金喔 讓我放回收物 如果要說功德的話 我爸爸是功德無量 否則成千上萬的袋子 就入了焚化炉 大包小包一定都要往二樓放 說實在 伯伯都要走路吞 這麼多年以來有點吃力了 但是心裡想到說 這些回收的塑膠袋不要讓它當垃圾丟 進入焚化炉燒掉 有毒氣體點點滴滴 湧上心頭的時候 我就 我力量就來了 這麼多年來 我人愛走 我覺得很孤單 所以碧珠師姐看我這樣在做的時候 她當作我的兩隻手幫忙我 很親近在源頭 像這種大太陽底下 她每天喔 在市場不曉得要跑幾十趟 我每天看著她 你說不感動還難 感恩你加入 真的好棒 有她真好 真的 不甘心的啦 好 那市場來的時候我們再吃 可以 大陸的人來參訪 已經有三個梯子過來的 我就帶著大家走路市場說 怎麼跟老闆接洽 怎麼收拾 怎麼綁 讓他們清除一下 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從市場開始做情 為了救地球 為了生炭 這個塑膠袋是那個千年毒害 一定要持續堅持做下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跟您分享 這也是一群這個不老的志工啊 事實上現在我們台灣從2016年呢 這個老年的人口就超過65歲以上的人口 已經比14歲以下的人口還要多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老人問題 老人問題 到底真的是老人問題嗎 讓人說我們不是老人問題 而是老人在經驗澎湖好 身體健康好 走進社区 來做這天更好 台下世界蠻熱心的 進來之後知道說 我們有個開始要起病 他就很認真 祝福那個悔患 去受悔患 謝謝 小小姐 妳好 妳好 等一下 這樣就回來 這個老闆也是很好很棒 他們支援也很棒 師傅是每個月 他每個月都來修 師傅很關心我們 對啦 對啦 這20年怎麼可能不夠 所以閒麻粉就每個月 可能跟會員會有互動 他來像我們真的每個月固定的捐款 是很少 可是他來 他有時候會帶一點小禮物 有時候會帶書籤 他總是會給我們一些驚喜 就是他覺得他在對於我們這些人 就當做好像自己小孩一樣 對啦 對啦 師傅很好 對啦 對啦 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就是 不會說因為年紀大 然後 就是很會善用時間趕快做就對 就像上人講的 嗯 做就對然後把握姻緣這樣 對啦 我實在說他很熱心 一定會做我真的 要跟那個江西梅師傑 那兩個 情侯國醫護人員 都會傳雞肌啦 點心在給他們 給他們用啦 怕他們沒用嘛 沒時間 很多人去買的時候 找到便當時 都會帶給他們吃 我早就知道吃 過年來的親節 你看這個都是好便的 好幾張 希望師傑還有大家都能夠 跟慈濟簽一個 長長久久的約 新年勇敢 好感恩 感恩快樂 很高興啊 大家都知道 他的人很有毅力 這一點我非常欽佩 會純純善幼 我都要幫我加 這樣啦 對人也都很好 每位都是一樣啦 很辛苦 真的是 我們在河修室 這個很感心 做到我們的感覺 吃感心 對啦 以前也一樣 做到沒到沒完 對啊 真的 大家這麼乖啦 真的是很乖 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 媽媽比較有感覺 都很乖啦 對 對幾歲啊 八八 這一次幾八十幾 拿出來 對 這保養出來 沒有保養啦 很快就做主席 都沒 沒這個快都給手 寫著面算是很重要 也是很快 他就沒要入手了 年輕人做什麼 我們要說 不用這樣 他說不行不行 我們做什麼 他一定做 哎呦 感恩你喔 真的是 不簡單啦 你這個我的精神一定會做 謝謝 來 吃這個 好 好 你也吃啦 這點喔 鮭蜜 鮭蜜的那種啦 鮭蜜的那種啦 鮭蜜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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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蜜最少 trze you do 鮭蜜的那種 鮭蜜 鮭蜜的那種 鮭蜜的那種 鮭蜜蜜的那種 鮭蜜狀 鮭鮭鮭 鮭鮭鮭鮭鮭枸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做得很高兴 很快乐 而且做得真的是忘记我 书记老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 这是一对夫妻党 也是一样 越做越空间做主作 因为有爱 所以不只是不老 而且是做得欢喜满满 仍是您的 梁桂月龄夫妻退休后 投入慈祭志工行列 参与独居长者的访试关怀 十多年来不间断 不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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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妈妈晚上还有没有来 晚上她在家 她会不会来 陪你 会 会吼 大概八点半 她晚上 她的九点 九点 这里还准一点的 你看 七年了 没了 对啊 对啊 好 对啊 对 爱子套 对 对 月龄 长期在社区带动剑走 还带着大家参加比赛 九十一岁的管阿姨 也是成员之一 那时候我是在前面 比 你们看着跳 对啊 对啊 对我们的老师啊 对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的跳 最终的喝 哎呦 太好了 太好 太好了 干人干 不好 一只小点松 这个有很多饼干 这里最好的就是 有这个姓敬思雨 你看好棒 平安 平安就是 感恩每一秒钟的平安 对不对 这很棒 是是是 好 好 月龄师姐 从民国八十八年 开始参与 独居长者的 关怀 最多的时候呢 关怀十来位 因为他常常笑口敞开 所以很受长者的欢迎 我今天为什么谈他 我也那么认真 因为我在社区也要带动 那个那个什么 中情一桩的老人 还有慧晨阳老院的老人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学习以后 拿到那边去带动 我们去看他们普老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那个样子 我就想到过 以后我们也是这样 对不对 自己要一个警惕 对老人家 不要苛责 一定要多赞 节礼超过五十年的梁贵月龄夫妇 经常是副唱夫随 当梁贵为社区写禁思语和晚联时 月龄就成了他的小书童 月龄去环保站带动环保老菩萨运动时 梁贵也会同行 还会帮环保站的乡鸡菩萨露一手厨房手艺呢 高龄八十五岁的梁贵 身体健康不是很好 曾经脑溢血 中风 肠子打结不通 月龄为此煞费苦心 要求他一定要勤运动 那我就逼着师兄 我就说你跟我一起去做防保 一定要跟我走 因为我是每天都会把那个 我们楼梯口有人把防保拿出来 所以我就用菜篮子 把防保的东西装进去 然后我就说你跟我一起走 结果我就拉着他一直走 那就从这一点他就领悟到 真的是运动很重要 因为我是觉得一个人 真的是要活就要做 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梁贵和月龄 虽然都已是白发苍苍 但他们选择为年纪更大的长者付出关怀 那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爱 爱让他们不老 我今年就75岁了 我师兄他也85岁 但是我们不会常常去想说我年纪有多大 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在活的一天 能够为人群付出些什么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要跟年纪大的人相处 能够带给他们快乐 他们高兴 我们也高兴 而且我也觉得我好年轻 我们不只是人需要照顾我们的空间 那我们的环境也依然是如此 所以也邀请大家一起可以来疼惜大地 疼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那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 我是美兰 感恩也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